大家好,我是小刚 鸭子发现洞里面有黄鳝 不停地想用嘴去把它抓出来 不知道能否成功,看见没有 千金一发之客 鸭子从洞穴里面抓到了一条黄鳝 真是太惊喜了 鸭子用它锋利的嘴 不停地撕咬黄鳝 看见没有 慢慢地撕咬黄鳝 打算把它弄死 才直接吞下肚 看见没有 不停地甩 咬住了黄鳝的头 看见没有 看起来这鸭子还是特别聪明的 经过几分钟的撕咬 这条黄鳝慢慢地失去了知觉 现在被鸭子慢慢吞下肚 看见没有 完全吞下肚了 这时候黄鳝已经被鸭子吃到肚里面去了 肚子里面去了 感觉不妙 看见没有 黄鳝还在活的 哇塞 鸭子受不了了 直接把黄鳝吐了出来 看见没有 天呀 这野生黄鳝的生命力就是顽强呀 这条黄鳝明明看起来已经不行了 鸭子已经把它吞下肚了 但是 这黄鳝还是不肯放弃自己的生命 在鸭子肚子里面拼命地挣扎 最后逃了出来 竟然从鸭子嘴里面爬了出来 跑了出来 鸭子也是不服输 继续对这个黄鳝进行疯狂的撕咬 看见没有 不停地甩打 看见没有 看来鸭子想活吞黄鳝 也是并非容易的事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也没有将这个黄鳝给咬死 现在还能不停地甩打黄鳝 大家猜猜看 鸭子最后能否把对的黄鳝吃下肚 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吧 我是小刚